今天的第一位告白嘉宾是一位26岁的温州富二代 他带着一千万现金来到现场 又想追求了三年的女孩告白 这个神秘的女孩会来到现场接受黄海滨特殊的告白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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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好 大家好 我叫黄海滨 今年26周岁来自浙江温州 今天我带着一份承诺向一个女孩子告白 谢谢 箱子交给我吧 好 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都是钱 什么 这里有一千万现金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些是在后台 我今天不是过来炫富的 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的长相很朴实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长相是来炫富的 但是他的这个 这个都像是来炫富的 哦 有点张仰啊小弟 你来自浙江温州 我来自浙江杭州 主持人你能帮我 我的 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钱 真的啊 嗯 看一下 那 你打开吧 虽然咱也见过这么多钱 但是在舞台上第一次 是我见证了 是一部分 我希望他今天能来 我想好 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他 我今天终于做到了 能不能答应 在一起 那你赚的一千万 你直接提着这一千万去向他告白就可以了 到我们这来干吗 嗯 而且你到这来很有风险 大家会认为你是炫富啊 因为我想过很多方式 跟他当面告白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不够正式 我知道完美告白是一个很正式 而且很真实的一个节目 我选择他 就是想给他一个正式的 最隆重的一个告白 我要告诉他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 王务上志 那个小伙子了 说给我们听一下 你怎么认识他的 三年前 一次机会上碰到 一个女孩子 他呢 长得特别文静 我对他特别好感 你知道他每次见到我都怎么说的吗 他见面 见面的时候 他说 嘿 死胖子 小短腿 小短腿 死胖子 吃饭了没完 虽然这话有点带那种 有点羞辱 但是我觉得特别幸 特别幸 多见 后来发现他性格大大烈烈的 嗯 我就 想追他 然后追了好久好久 一直都是被拒绝的 你怎么向他发起公事的呢 比如他要喜欢包的话 我购买包给他 反正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女生是什么反应 他都会回去的 都回去 又都不要 我挺意外的 就不知道怎么追他 对 有一天他烦了 他说 你有什么本事的 你什么都靠家里 你有本事的话 就自己去挣钱 养家 那你去挣一千万过来吧 当你挣到一千万的时候 再过来 看我能不能答应你 当时我就站在他家门口 好久好久 我感觉他应该对我有好感 就是不答应 后来我想了 我得改变我自己 我要振作起来 我一定要挣够这一千万 假如没到一千万 我绝对不会来找他 我一直在想的会不会 他是不喜欢你 再给你一个这样的男孩 不想让你 就婉转地拒绝你 我觉得很简单 金钱买不来爱情 你认为这女孩是冲着钱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只是对他一种考验 就算有再多考验 我也可以看不起他 因为当初呢 这个两年前说的这番话呢 已经是拒绝了 只是找一个很好的 不会伤他心的话 再拒绝他 给他一个跨不过的那个坎 没有想到这个坎 他竟然跨过了 我觉得那个女孩 还会再设另外一个坎 希望你的女朋友 不像他那么狠 我觉得他想让我挣这一千万 不是因为这钱 他是想让我改变 想让我成为一个 丹丹的 有负责任的男人 那你以前不担当 我以前说实话 家里条件还可以 就是游手好闲的 就不务正义 你以前怎么不务正义的 我就想听不务正义的事 我觉得钱来得好容易 就是父母 我假如这个一个月没钱了 他们就给我 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每到这个时刻 我不用跟家里要钱 自然就卡里有钱了 就父母对我真的是特别宠爱 那你怎么赚到 他所说的一千万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北京 父母买了一栋别墅 那栋别墅呢 看我在北京 就以我的名义写的 然后我看这个房子 写闲置着 我就偷偷摸摸的 拿这个版本 去银行抵押了 几百万 我以为你好大的本事 你原来是卖了 父母给你的房子 但是我也是有风险的 几百万 相近五百万 五百万 抵押了 我刚开始收到一些 小道消息去炒股票 然后就麻木的 套得死死的 亏了好多 亏了多少 亏了三百多万 亏了三百多万 亏了一大半 我发现炒股票 并没有人想象的中 赚钱来得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激进大家 不是谁都有这样的运气 还要靠自己的踏踏实实 央长弊短 后来我很荣幸地加入了一个团队 他们是专门开发手机软件的朋友 我就拿四百万赞助他们去 经过一年时间 给我赚回了一千万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人 她的能力一开始是有预判的 为什么在两年的时间让她赚一千万 而你真正地完成了 说明这个女孩对你是有一个了解和认知的 她觉得你可以 而之前你所做的一些事情 只是让她觉得你是靠自己的父母 自己没有踏实地去努力 所以今天你带着这个非常好的结果来了 所以这个女孩子理所应当答应你 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我们九年后女孩不是没碰到过富二代 不是没碰到过有钱人 但是往往能像你这么坚持着执着下去 为这个爱情去努力的男人 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